好 那過去經歷了百年的屈辱 在兩岸中國人的努力之下 一步一步邁向共同振興中華之路 兩岸中國人 對不對 兩岸如果發生戰火 對於中華民族是不可承受之重 然後他要再度告訴大家 這個九二共識 馬英九講得很清楚 他說什麼呢 各自以口頭方式表述 海峽兩岸都堅持一個 中國原則的共識 九二共識 大陸比較強調的是一中 但是在台灣我們還有各表 那馬英九這次呢 他把這個九二共識講得蠻清楚 而且擱置爭議 當然在一中的框架之下 有所謂各自以口頭的方式表述 那爭議不妨擱置 所以馬英九對九二共識 有了一個蠻清楚的一個表述 這個部分呢 其實這一趟論言說 這九二共識之旅 講得真好 一點都沒錯 對不對 只要認同九二共識 我們看到各方面的和平都展開 可以坐下來談 可以同桌子吃飯 可以遊長城等等 可以受到這個人民的歡迎 所以這就是九二共識的威力 九二共識重開機 有這個感覺吧 那習近平的致詞當中 當然就訴諸極強烈的情感 你看到沒有什麼心結不能劃機 沒有什麼問題不能商量 沒有什麼努力 勢力能夠把我們分開 因爲什麼 因爲我們是一家人嘛 只有家人才這樣 不是嗎 那雖然制度不同 也改變不了 兩岸同屬一個國家 一個民族的客觀事實 好 注意 客觀事實 今天這個語出金人網友 這個語出金人在下午 我跟介大使的直播當中 特別說 應該把2758號決議講清楚 沒有錯 這個法理上的問題 擺上釘釘啦 不管大陸不管台灣 其實法理上的問題都一樣 聯合國的表述全世界都一樣 就是一個中國 所以不管賴清德怎麼講 什麼重建國家 什麼什麼台灣主權等等 但是請你問一下美國 有沒有台灣主權這件事情 當然法理的部分 第一個它比較長 那第二個它肩色難懂 所以必須要告訴大家 客觀就是這樣 就是一個中國沒有別的選擇 擺上釘釘 所以習近平說外部的干涉 阻擋不了家國團圓的歷史大勢 然後也樂見大陸民眾 多到祖國寶島去看一看 當然所謂的統一 在台灣不管怎樣 算是個敏感詞彙 不管合同不管武統 所以我們看到 在習近平的致詞當中 是講到家國團圓 這個表述蠻特別的 當然還是帶著 家人的情感出發 而這句話大家超有感 對不對 多去祖國寶島看一看 過去大家在這個COVID之後 這個兩岸的這個觀光客往來 就好像中斷 那現在的台灣民眾 說實話我身邊有很多朋友 都覺得是 大陸不讓他們來 但事實上不是嘛 對不對 但再怎麼講都沒有用 因為我方設下了一些障礙 有些人數的限制 是極其嚴苛 所以最高領導人講 大家總該知道了吧 他很高興啊 看到大陸民眾多到台灣 去看一看 所以影響所及 我們看到真的是今天 觀光航空 鼓點火 包括五福啊 燦興啊 山富啊等等 標出了漲停 觀光業立刻接球 關鍵呢 是卡在我方政府 沒有人比業者 講得更真實了吧 卡在我方政府 希望520之後有不同的氣象 台灣好山好水 觀光財為什麼不賺 服務業為什麼不賺呢 我們先說到這裡 其實九二共識 在我看來一直都不難懂 是有些人刻意不想搞懂 才會把它搞不懂 或是刻意把它帶歪 其實九二共識 其實非常簡單的定義 就是只要你認同 你是中國人就行了 其實就這麼簡單的一件事情 問題是民進黨這些人 明明他不認同自己是中國人 可是他又不敢直接這樣講 所以就拐彎抹角 跟你在那邊 扯東扯西扯一大堆 對 就是大家會有一個誤解 民進黨帶出來的 九二共識等於什麼 等於一國兩制對不對 好 就什麼等於一國兩制 九二共識就一個中國 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啊 反正他永遠都要這樣 去跟你扯 但實際上九二共識 一個很簡單的概念 就是大家都是中國人 就是這麼簡單 所以我覺得馬英九這次 包括習近平的講法也好 包括馬英九的講法也好 都為九二共識 下了一個最佳的注腳 就是這麼簡單 大家是同一個中華民族 那我們應該要團結在一起 就是這樣子而已 那可是呢 習近平他這個說法 就是說希望大陸的青年 也去多去台灣看一看 那當然我們的旅遊業者 會很高興 就是表示其實習近平 他這個說法是根源於 他們這次在兩會頭的一個 一個決定 就是他們要從民間的力量 然後多跟台灣的民間 年輕人交流 然後去改變整個台灣的 一個氛圍 所以習近平就這樣做 那習近平既然這樣講出來 你要照大陸的領導人 絕對不會隨便講話 所以他只要一講了 就代表說接下來 如果民進黨還要去講說 大陸這邊有什麼關卡 或是故意去刻意去卡關 這些東西 就不會有 他會慢慢開放 可是卡在我方啊 是啊 那我方開不開呢 所以我覺得很簡單 就是大陸這邊現在態度 非常清楚就是 我們會盡量去開放 但是接下來 你就不要再怪我 因為那是你們的政府自己不開放 那你自己要去問民進黨 因為我們是開放 我覺得大陸是要展現出 這樣的一個觀點 那特別是他跟馬英九講 歡迎以後常常來 那意思很簡單嘛 就是馬英九以後 可能大九學堂 搞不好每年都會去 因為去年才去過一次啊 今年又現在又去了一次啊 也許明年又會再去啊 這不是不可能會發生的 那當然也要跟兩岸之間的互動 氛圍有相關 我想再問一下啊 就說當然這個 兩個人的表述都很長啦 有大達家國的部分啊等等 但是獨獨這個 就是在這個旅遊的部分有沒有 到這個保島台灣來看一看 這個特別有感 而且你想想看 兩岸說遠很遠 說近很近喔 習近平一句話 立刻股票大漲 你怎麼看 是啊 因為大家超有感覺 你要知道台灣的旅遊業 已經奄奄一息 快要死掉了 那這個時候 聽到這樣一個好消息 當然大家市場信心滿滿 而且說真的啊 現在我覺得這個漲幅也是給賴清德做一個參考 就是人家已經說了他不要擋 那你呢 你還要繼續這樣擋下去嗎 不是一直說不要把對岸視為仇敵 不是說兩岸之間應該要和平交往嗎 我們要求同存異嗎 另外我覺得這個效應是不是也給大陸的團隊一些更多的一些啟發 也就是說呢 這個會台可能要更會到基層 我覺得他們未來可能不只是基層 而且他們會特別針對年輕人 實際上大陸這幾年已經陸陸續續 包括對台生啊 然後提供一些優惠的待遇啊 然後甚至就是把台胞直接視為大陸人的直接這樣的一些相關的待遇啊 那我覺得接下來他們針對年輕人這一塊 他會更加提出很多的優惠相關的方案 那當然我知道有一些大陸朋友聽了可能會有點不爽 因為很多大陸朋友常跟我講說 他們覺得對台灣好的過頭 他們自己反而不見得有這麼好的待遇 但是我覺得這個東西就是這個樣子嘛 就是兩岸之間要多一點這種善意 才能夠化解一些敵意 那最好玩的就是 馬英九昨天那句話到底是不是口誤 你覺得咧 我覺得我昨天在這邊我就講 我認為不是口誤 我認為雙方是有默契的 那今天呢 馬英九的一個動作又讓我覺得證實了這一點 就是他回台灣之後 就是他重新把那稿子唸了一遍 他又講錯一支中華民國 他又講中華民國 然後又改中華民族 他老是卡在這裡 對 那當然有的人可能認為說 他可能太緊張或太興奮或太幹嘛 然後有記者就去問啊 就問馬英九 這個到底是不是故意的 然後馬英九就當場大笑 然後賴斯堡就在旁邊說故意的啦 然後就走了 但是我告訴大家 他這個不叫故意的 什麼意思呢 因為我們都知道 馬英九是一個很謹慎的人 當然他也是有口誤的時候 可是第一個 假設昨天他在那邊是口誤的話 那你馬英九這種人 因為雙方之前對稿子的內容都是有默契的嘛 如果昨天那個真的是口誤 他今天絕對不會再犯同樣的錯誤 而且今天這個錯誤很顯然是刻意 刻意做的 今天這個是要強化他的口誤 對 所以我覺得他今天在台灣唸了這個中華民國 然後再唸中華民族 其實我覺得他就是在告訴你 我就是這樣唸 而且這個是對方早就有默契存在 你想想看你馬英九這麼怕私利的人 如果雙方都已經談好了這些東西 你覺得馬英九會回到台灣之後 故意去講一個中華民國 讓習近平下不了台嗎 我覺得不會 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睡眠品質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讓我整個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肺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知菌種和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到肌能正常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他 稱他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肺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種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藥匙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靈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克肺爾時刻美好 Fut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 有額外的折扣 Ach, 毛, 咖啡小小小的寬 FxK, 可以把握部空中心吃